來我們來看到12月21號的這一個平常考的考題 第一題要解這個不等式 1 3分之1乘上9的x次方 減掉84乘以3的x減3次方加1小於等於0 那首先我們要來看這裡 9的x次方跟3的x減3次方有什麼關係呢 是不是跟3的x次方有相關 好 9的x次方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是3的x次方的平方 來就開始了 首先我們原來的式子是不是可以寫成1 3分之1乘上3的x次方的平方 再減掉84乘以3的x次方乘以1 27分之1加上1 小於等於0 接著我們把3的x次方令它等於t 所以這個式子是不是可以把它畫成 3分之1的t平方減9分之28 t再加上1小於等於0 那你在這一個地方 那你在這一個地方 這裡 這個式子 小於等於0的話 是不是很多分式 我們要用分式去處理會比較難處理 在一起乘以多少 乘以9之後 就變成3t平方減27t加9小於等於0 那最後 t 就會介於多少跟多少之間 t就會介於3分之1跟9 3分之1跟9之間3分之1就是3的-1次方 9是3的平方 t是3的x次方 所以我們的x就會介於-1跟2之間 好,我們來看到第二題要比較大小 首先來看第一個小題 √2的1.5次方 √2的√2次方 √2跟1 這4個要來比大小 我們先看 √2是不是相當於√1分之1 就是√2的-1次方 1就是√2的0次方 所以接著我們 可以來看√2為同樣的底 那這是√2的1.5次方 這個是√2的√2次方 那這一個剛剛已經做過了 是不是√2的-1次方 這是√2的0次方 同樣都是以√2為底 我們就是要看它的指數 誰比較大 由大排到小 順序做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1.5 大於√2 因為√2是1.114 再大於0 再大於-1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2的1.5次方 大於√2的√2次方 大於√2的0次方 就是1 再大於√2 就是√2的-1次方 這是第一小題 好 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 0.5的3次方 0.5的1.5次方 2分之1 跟2的-2次方 我們這些要全部畫成什麼呢 0.5的0.5的次方 1的話 指數越大 得到的答案越小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0.5的3次方 小於 2的-2次方 小於 0.5的 1.5次方 再小於2分之1 就是 0.5的1次方 好 我們來看到第三個題目 一個方程式 3的2x次方 減掉2倍的m加1 乘以3的x次方 再減掉m-5等於0 有兩個相異實根 有兩個相異實根 這兩個相異實根 就是這有 兩個相異實根 代表這兩個x 那 你 先想一下 3的2x次方 是不是3的x次方的平方 對不對 所以你這兩個相異實根 我們先來令3的x次方 等於t的話 這個式子是變成 t的平方 減掉 2倍的 m加1 乘以t 再減掉 m-5等於0 有 兩個 不是相異實根 先看 這一個 t平方 減2倍的m加1t 再減掉m-5等於0 它的兩個根就是 比方說 t平方跟3的beta次方 所以它的兩個根 是相異的正數 而相異的正數就會有 碳別式 大於0 碳別式 大於0 兩根之核是不是 兩倍的 m加1 兩倍的m加1大於0 兩根之基是負的 m-5 負的括號m-5 大於0 而這三個條件要同時都要成立 所以第一個條件 化減之後得到的結果就是m小於-4或者是m大於5 第二個條件就要m大於-1 第三個條件m就要小於5 這三個條件都要一起 同時都要成立的結果的話就是m大於1 小於5 m大於1小於5 這是第三題 好 來我們看到第四題 三分之一的x平方加3x-1次方 大於等於27分之一 首先我們先問你 27分之一是3分之一的幾次方 是不是3分之一的3次方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 3分之一的x平方加3x-1 大於等於27分之一 則27分之一是不是相當於3分之一的 3次方 3分之一的3次方 而我們這邊全部通通都把它變3的次方 也就是說3的 負x平方 -3x加1次方 大於等於3的負3次方 為什麼這樣子畫 為什麼這樣子畫 因為這樣等一下我們要做不等式比較好處理 同樣的底 都是3的話 它上面的指數 指數 大小就不會 那個大於等於小於等於那些符號就不會變 所以負x平方-3x加1 會大於等於負3 負x平方-3x加1就大於等於負3 所以我們再解下去 好 來看到第五題 第五題 它說 a大於0 小於1 a是一個大於0小於1的數字 a的2x次方 加上a的x次方 減掉2 小於等於0 要算這個x的範圍 a是介於0跟1的數字 a的2x次方加a的x次方-2 小於等於0 要算a的範圍 首先我們先定 a的x次方 a的x次方等於t 我們可以把原來的這一個不等式 是不是可以算成t的平方加t 減掉2 t的平方 加上t 減掉2 小於等於0 那這一個我們 十字交成是不是可以算成t加2 乘上t減1小於等於0 這樣t 是不是就 大於等於負2 小於等於1 t就是大於等於負2 小於等於1 這是我們目前做出來的 而你要記得哦 t是a的x次方 t是a的x次方 接著 看下去 因為t是a的x次方 它是大於0的 所以呢 t t是不是要大於0 小於等於1 因為t的基本條件 a的x次方 是不是要大於0 那它又小於1 接著我們 再把它看下去 a的x次方 是不是a的x次方 大於0 小於1 小於等於1 小於等於1這個1 是不是可以寫成a的0次方 在這邊注意 很多同學就會寫x 小於等於0 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 這個a 這個底數a 底數a是介於多少跟多少之間 0跟1之間 0跟1之間 所以這個x就不是小於等於0 x就是大於等於0 這個x就是大於等於0 所以最後你這一步 你不要被它騙了 你如果寫到這裡沒有注意到a是介於0跟1之間的話 你會寫錯